快要开学了,应今日头条官方的邀请呢,让我录个视频,跟大家说说自己上学之路,和给大家呢推荐一些好书。 今天呢,我说说我自己的经历吧。 张大夫的经历呢,好多朋友都了解,来自于一个北方的四线小城。 在这个小城里呢,我们的求学之路很不容易,然后呢,尤其是上高中阶段,很苦。 上了医科大学之后呢,这个求学之路呢,我自己感觉医科大学的生活,还是就像高中,像高四的延续,还是在努力的学习。 那个时候,我没有特别好的方法。 自己的一点感受呢,就是那时候把很多医学知识的书呢,就自己尽量背过。 我现在印象最深的是病理生理学,病理生理学我背过好多遍。 甚至呢,就在那一个阶段,能够达到到位如流的这个程度。 所以说呢,这就算是我自己求知的一些感受。 如果和现在很多孩子比,尤其是大城市的孩子,有名师点拨的孩子相比,显得太笨拙。 但是还好吧,医学类,当你把医学书都倒背如流的时候呢,就算是打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。 那么让我给大家推荐几本书,今日头条,说,谈谈自己的这个读书的心得和好书。 因为关注我的朋友里头呢,有好多基层的医生,我首先推荐一本专业的书吧。 这个推荐完专业书,再给大家推荐一本小书,所有人都能读的。 专业的书呢,我比较,如果说手机前面好多朋友们关注高血压的, 尤其是基层的医生们,如果想读的话,我比较推荐高血压学。 这本书,这本书呢,也是我时常必翻的一本书。 因为呢,它是属于对于高血压呢,有一个更加详细和系统的解读。 当然对于普通大众,不太适合听这个书。 一般来说呢,你听咱们那个高血压课程,就是张大夫录的视频版的, 大家能听懂的高血压学吧。 然后呢,这是第一本。 第二本呢,就是对于普通大众来说。 我自己呢,推荐一本书吧。 这个来自于, 原了凡,是咱们古代的一个古人, 他的一本小书,叫做《了凡四训》。 这本书呢,实质上很小,啊,一下就看完了。 但是呢,能够震撼我们的心灵,啊,帮助我们呢,尽量的做一个善良的人。 推荐这两本书,在这个视频的最后呢, 给大家说啊,说恰逢头条,充电了新学期活动。 上今日头条,搜索开学第三个字,即可进入图书课程售卖会场, 选购让你心动的好书,好课, 让学习成为寻找自我的最美旅程。 在此呢,与大家共勉, 也感谢今日头条, 为广大爱书之人,爱学习之人, 准备了这么多的好书, 好的知识付费课程。 希望通过这些知识性的题材, 无论是书籍还是课程, 实际上是教授大家, 提高自己某方面的这个素养的, 知识素养的这些个材料, 能够让大家有所帮助, 无论是精神层面, 还是身体层面, 还是知识层面都有提升。 最后感谢大家多年以来的关注, 谢谢大家。